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时间1月3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热点追踪》我是王晓祥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疫情风控当中 压抑三年的河南民众 不满当局禁止延放烟花爆竹的禁令 衍生了2023年开年的第一波年轻人反抗潮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河南 有网友说这是年轻人在富士康学艺后 回乡的牛都小事 1月2日大陆微博、抖音和海外的Twitter 传出大量影片显示 2日晚河南省周口市陆一鸣道工 当地年轻人在跨年夜 因为延放烟花引起糾纷 警察试图带走放烟花的人 警察被民众围住爆发大规模冲突 大约有上千民众包围警车之后 一些年轻人开始打闸警车 警车的前党风玻璃破碎 最后被人群牵翻 在现场一名青年男子跳上警车跳舞 向民众展示拆下来的警车车牌 广为人知的Twitter博主李老师不是李老师 发布了事件的系列相关影片 罗友补充警车被牵翻前的另一个视角 影片当中显示 民众围住警车高艾放人 有警察打开车门试图证明车里没有人 但是此时现场民众的情绪已经无法控制 有人高艾叫警车点落 随后有人向警车订饮品 众人开始拍打警车 警察想驾车离开 但是被民众阻拦 有人开始攀爬上警车 周围高艾放人 据称这名在警车上跳舞的男孩 在1月3日早上5点发布的快手影片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要连累我父母 有网友一语道破 父母是他的远劳 网友在留言当中说 有人说他是小云云 可能这个小火有痞的一面 但我想说的是 大部分小云云都很精明 他们只敢在老实人面前表现出凶残的一面 住大部分在警察面前都是孙子 谁都不是傻的 我觉得这个小火知道他在做什么 等待他的是什么 从他身上 我更看到一种魄力和耍脱 一种对强权的蔑视 两个字有种 目前河南官方还未发布事件的相关通告 若人说这是白纸之后的烟花革命 举起白纸之后任何小冲突都会升级 其实新年的第一日 河南储户又开始维权了 据说背后原因是存款50万以上的储户 都被大数据监控 无论火车、飞机、自驾出行都会暴露行踪 所以今次坐用淘宝去郑州的方式维权 回顾去年的河南可谓是租心的事情 一件接着一件 11月份的傅士康员工再次被招供 但是公司没有兑现原本讲好的工资 爆发大规模反抗 10月底傅士康员工为了不被感染 徒步大逃亡 4月份川镇银行爆雷 老百姓一世人辛辛苦苦的存款 最后被告知拿不回来了 2021年7月20日郑州大水 那个坐在地铁站口旁边的单车上纳的纸牌 上面写着 女女爸爸还想接你回家 河南人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已经太浓烈了 对于11月尾遣散傅士康员工回乡的这个事件 当时就有分析认为 傅士康的年轻人 会将在傅士康发生的事情带回家乡 反抗的故事会在更广泛的人群当中传播 引发更大的影响 如今看来 这种影响真的在扩散开来 但是张天亮教授给中国抗争者的建议是 因为独裁政府 暴力是他们的强项 一定要避其锋芒 尽量要使用非暴力快闪式的反抗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